今天軍事行動和大家繼續跟進 談談立法會裏面的那些荒唐的行為 當然大家都已經看到新聞了 就是朱凱迪在議事規程裏面 就是爬格仔罔顧我們香港人整體利益 當然他有自己的看法就說 不是 我要阻止這個一地兩檢 實實在在就是要保障了我們香港人的自己的高度自治 差不多他好像把所有的橋和內地有的聯繫全部燒了 burn all the bridges down 斷絕來往 這個就是他的目的和他的任務 他就以這個為一個出發點 所以就明知在立法會裏面他不夠票也都不夠數 在拉布的過程裏面已經扭盡六人 盡拉 拉完之後也都沒有人接上去發言 變成很快要投票的時候 我講的時間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今天在3點25分的時候 經過一輪討論這個一地兩檢之後 我數過大概他們還有六個人沒有發言 那麼朱凱迪講完之後還有六個 誰不知他們沒有按制 就是大安主義這一幫這樣的反對黨就是這樣了 專門搞完所有的事情 要拉布啦 拉拉一下也不想先壓住 因為想自己保留實力 壓到最後看看誰忍不住才伸手舉手來講話 朱凱迪之前已經主席就問 有沒有人發言 沒有人發言呢 那就請律政司回應 那時候3點25分 3點10分左右 不是20多分左右 那他才私自然舉手講話 說主席我要提出動議 動議什麼呢 動議這個不切預告的情況下 要動議公眾人士和記者清場 這一種是一個 那些叫做屎橋 很爛的橋 從來正常人不會想 但是他想這些東西出來玩 他根本已經是揮爛了臉 不理香港普羅大眾怎麼看他 總之他在那一刻來講 他覺得自己是最威猛的 還有最勇敢的那個 由他的發言 他說 用這條橋走這個動議的 前無古人也後無來者 他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 他說的時候就有一點點漆漆言 但是他做這件事的時候 實際上 他想顯示什麼呢 聰明過人 顯示什麼呢 他勇敢過人 顯示什麼呢 他能人所不能 所以他就可以用這些極端的手段 來打擾了整個議會 盡量將他拖後 但是拖了多久 下個再下個星期三 又回頭 你根本就是吃胚箱渡狗 第一 那隻狗吃不吃你的肉 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蠢到家庭 吃胚箱渡死自己 才想著那隻狗會咬你 生餓 不會這樣的 但是他做這件事 社會見到這樣的人做這個極端的事情 是很悲哀的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一地兩檢 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給一個 一個mandate 授權 給香港政府 去做和內地中央政府簽署一個一地兩檢的安排 簽完這個協議之後 接著走第二步就是 中央政府和人大常委拿確認 批准確認 接著香港政府也回來這裡 就會立好條法 做好一些細則更加具體的出台 然後就在香港立法會裡面三讀要通過 所以這次沒有約束的動議 純粹用來打打氣 也給大家設一個討論的空間 大家可以談得多些 然後就給香港政府授權去做事 害也沒有害 但是香港政府不做也行 做也是用來封住大家的眼睛 不要說我不知道會在先 他們怎麼看呢 他們說你這麼早來找我這件事 又沒有詳細資料 我為什麼要支持你呢 而且現在你這個提出的方案 說一地兩檢在西九 是不是就是唯一的方案 你其他的為什麼你不去提出來考慮 是這個唯一的方案 我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為什麼你不去諮詢 所以他們的理論就是 攻擊這些做法是不符合他們的要求 而最重要的他就說 如果比德里在西九裏做一地兩檢的話 就變成我們香港以後不設防了 有這樣的壞的仙人就變成了 以後中央政府 人民政府就說他可以 做很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我們香港還有高度自治的 香港說明是內地法力不能夠適用 他說了很多這些東西 實際上脫離了現實 我不在這裏詳細講這裏 但是畢竟他們就是用一種手段 盡量每個人發言15分鐘 計了一條數 在23人裏面 講一講一講 大概已經是17人 還剩下大概六個人 那六個人有些沒有坐在議事廳 有些坐在議事廳在做夢 有些想著說我不想按住才聽 還可以拗得多久 但是計了一條數 六個六個 六五中三十 九十分鐘 就是一個半小時就搞定 那時候三點多鐘計一條數 如果這樣run的話 五點鐘鬆一點就開始處理 就是那個正式的議案 和他九個人做的修訂 主席已經說明了 今晚十點鐘應該就結束 但是 由那個時間如果計了一條數 五點多鐘 搞定 搞成那些修訂動議 應該七點鐘都可以投票 OK 再給他 那幾個人 每個人講了十五分鐘左右 九九九五四十五 兩顆多鐘 然後就應該九點多鐘可以投票 一投完票就應該就搞定 那我看見到那個細節 當然要講話 那六個人竟然還沒有講 他唯有出他自己殺手間 就說 議事規則第八十八條一裡面 現在要求在目不切預告的情況下 要求就是動議要清場 清了這些公眾人士和什麼什麼 當唐癮是嘩然 做什麼事 做這件事 主席就很大方 在這裏來講 不行使他那個第四十四條裏面 作為主席 我可以給你和不你討論這件事 主席大方就給他討論 但是 說得很清楚 這個如果你說一定要清場的話 清這個傳媒和公眾人士走 我只是純粹聽聽你的什麼理由 不可以打橫說其他事情 不想拉到其他地方 大話西遊 只是說這個原因 還有 說出之後 如果你稍為拉布 說其他事情 他有權可以停止你發言 主席在這方面 作一個很客觀和禮貌 尊重他 既然你玩東西 我都給你玩陣 但是不可以太離譜 然後我就有負責 說得差不多 就是 這時候 為什麼 你習近平 是 不太離譜 說一下子 之後 你不太離譜 對 那時候 譬如是者 一路去 陳志全 盧孟政 莫賴光 賣 梁志祥講完之後 接著就到鄺俊宇了 鄺俊宇沒講之前 主席也來一次就說 由於已經聽了有這麼多人說的話 中間裡面又重複又重複 累積又累積 現在我們已經談了大概有兩小時的時間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就先畫一條線 三十分鐘後我就要求他 去投票表決 當堂引起哗嚴那些壽討 壽討就說 不行 主席你這樣這樣 於是就好像那些什麼 那些叫做音樂噴泉 這傢伙隔起來就說虧情問題 然後被人搏下了 第二個是虧情問題 虧情問題 十條八條傢伙在那裡握握 最後就說這些全部不是歸正問題 全部坐下 到鄺俊宇你講不講不講就當你不講了 那三十分鐘就一直這樣 於是有個爛投出就是叫許智峯 就說主席你這個很不適合很霸道 擺明就玩東西了 就在那裡和主席對抗 主席就叫他 我最後一次警告你 最後一次警告你 最後一次警告你 我真的最後一次警告你 只有最後一次警告你 那就是四次了 最後就真的扔他走 那當然可以預見 你扔那些有子役走 他怎麼會走 於是又坐在那裡 許智峯就按按在那裡 其他那些 他那些契兄弟 全部就飆去前面 就圍著他 這些招數其實是 我們秘書處已經知道了 是嗎 但我們秘書 從延適來說 比較是 很溫文耳壓 我們這些職員就很禮貌 出去吧 他當然老虎也不跟你出去 於是對峙局面就在那裡 又搖擾了整個小時 最後主席走出來就說 你們大家回了會 你回不回 你不回去我就走了 結束會議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其他的 可以說主席用這一招 給他拖拖拖拖 拖拖拖這次 下個星期就是施政報告三四五 就討論了一件事 然後再下個星期 十五日回來 就處理了他 整件事就是他們 本來一個這樣的議案應該在上個星期搞定 現在就退了這個星期做不到 下個星期沒得做 再下個星期 就是前後退了大概兩個星期左右 兩個星期左右 那就不怕的 大家在鏡頭面前看得到 這班反對派是用 那些陰質招 實際上 是顯示出那些小聰明 但是這種小聰明是什麼呢 歸根到底說一件事 我們訂立了一個議事規則 是用來約束大家 都有相當高的水平 和有基本的道德的那個 就是有相當的質素的人 大家是很 gentleman 依這個規例做事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沒辦法約束那些 他根本 你怎麼寫都好 他都是憂心想玩 例如好像許智峰那樣 你扔他走他就不走 賴死不走 其他那些也都是口無眼廁 這樣圍著他 不去做 那這邊又很 gentle 這樣 我又不想跟你動武 或者用這些加強的武力去排他出去 所以就有這樣的情況 唯一浪費了什麼時間 令到香港的居民 和我們的市民看得辛苦 還有會咬牙折尺 你說好處不好處 有會說 唉我們的主席好像很無能 唉我們秘書處好像太軟弱 同時也有更大的聲音就會說 哇這樣的議員這樣的質素 有沒有搞錯 咦其他那些不分青紅造白 總之也只是講立場 自己那些朋友有難的 我們一擋雨 我總之站過去湧著他 就是看得最令人心裡面不舒服 就是讀了這麼多書的 說是叫做大壯師 但是他們根本那些完全就是 跟那些酒玉行師其實沒什麼分別 因為為什麼就是行師不用腦 總之就是 你叫做行東行東行西行西 那現在呢 這樣看法真的是怎麼樣呢 他們這樣玩爬格仔 玩得這麼全 我不會說雕傳 根本他們在賭命 用自己的聲譽 用自己的青春來這樣浪費 他想在歷史裡面寫什麼一回事 是青史還是一劈舌 難得有一些自命優秀的朋友 但是又跟著豬走的朋友 說自己這麼聰明 但是跟著豬四處到處走 究竟他自己有沒有腦 今天看得很清楚 在這樣的情況 我仍然會奉勸他們好自為之 因為你這樣的行為 是被人看得很清楚 實際上會令人感到非常之憤怒 實際上會令人感到非常之憤怒 那今天呢就是講這個 議事堂裡面的拉布 是我們見到爬格仔爬到最後自己都 可以說會被人罵到反艇的一個情況出現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顯示出這幫反對黨就是成事不足 就是敗事有餘 但是他害人中害己 今天跟大家說報道這件事 其他事情我都沒有心情去說 因為實際上他們的行為太可惡了 倒到我的軍事行動之後 看看有些什麼要說 Tracy Wu 說何律師晚上好 Mon Ho 說整班都是野豬 跑山 好了 Figaro Line 說 記協為何一點回應都沒有 何律師 何議員是否 嘟嘟嘟 他們當然是蛇鼠來的 是不是 楊卓榮 何律師支持你 Wonderley 說 他們捆綁式的行動 叫他們捆綁式去跳海最好 美央就是全地球人民 的敵人 他們就是泛民 Eddie Chen 說 兩邊都不幫 全怪社會 你講的是晦氣說話 Ping Ping 說 非建制派 令人反感 真是衰到無倫 Ping Ping is watching Sam Lee Chen 說 何律師晚上好 大家好 妹妹 說何律師 你好 大家好 看見那些反對派拉布 真是很煩 一地兩檢 對市民是好的 又不見 又不明白為什麼那些人會這樣去反對 Jessica Lee 也 join in Jessica 好 鋪胎 大家好 何律師 一地兩檢勢在必行 否則會對政府的威信 打擊很大 也會深深地損害了香港未來的經濟 反對派今天的行動 只是轉而視線 拖延了這個議案通過的異議 但是今天所作所為 令到這班自命為民主之議員 根本的假面目 完全被施下了 Ken Chan 說 打倒反對派 王 Pei Pei 說 何律師 什麼叫做壽討 不好意思 壽討的意思就是 做事真是傻傻的 美其名的壽討實際上是好的 祝福他們 好不 希望我們做多些好事 不要再繼續執迷不悔 好不 Justin Now 反對派已經走到盡頭 無計可施 香港民主是這樣 AKD 說 泛民是維秋萬年的 胡俊輝說何律師 你好 Alice R 說何律師 何議員 堅持到底我們支持你 我沒有問題 我是不是要做我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謹守自己的崗位 哇 在現時的工作來說 好 大家每坐45分鐘 休息15分鐘 因為對面 就 敲鐘 趁著敲鐘有15分鐘的時間來 來 去補充一下 自己的體力 包括下午 15分鐘內吃飯 講笑 但是 你不要理 我總之是 10分鐘內吃完 吃飽我的飯 還喝了一杯檸檬茶 然後私自然回到議事堂 竟然 上次的會議 有個九五八八的 我不知道她是哪裏的記者 有個女生走過來 他們回到議事廳的時候 他們15分鐘差不多完 還有大概兩分鐘左右 他走來跟我說 阿俄羅斯 為什麼每次你都會這麼問 這麼問水 回到議事廳 那我就 第一 問這個問題 反映出他的思想的質素 思想的水平不高 第二 回答你什麼呢 沒什麼回答的 我都唯一看著他笑一笑 其實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會這麼問水 其中因為是你 阻礙著我走 是不是 所以我沒有回答他 都跟他眉眉嘴笑 這個問題根本都不應該問 完全都沒有意思 那你怪什麼 就是說 如果留會你這麼遲的時候 遲下去 留會你要揹飛 大哥 你放火的人 你不走去埋怨 走來問這些問題 為什麼你救火是不力 就是類似這種心情 那是代表什麼呢 是質素的問題 香港真的是 本來有很多很厲害的 很有質素的人 但是 總是 現在來說 厲害的人 可能就是要扮厲害一點 要省一點 少出聲一點 也都不做這些 的工作 因為見到 這樣的質素的議會 唉 真的不要浪費自己青春 可能有這樣的人 但是偏偏都是 有些好像傻傻的人 好像我這樣 在議會裡面 都是要跟那幫人 做一個 做一個這樣的 鬥爭 做一個這樣的 對口 對手 所以呢 就 問我為什麼 唯一一樣東西就是 阿拉我喜歡 是 事命感 是嗎 為香港人服務 沒有辦法 那 就給回到 Benefit of Doubt 如果那妹仔問 她可能會再問我 我來訪問你 都是我有事命感 對吧 可以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 那 Monty Pepper 香港的記者 就很低B 每次發佈會 見他們提出的問題 都是 預先都已經有立場 有立場不要緊 問得是 就是 精靜一點 還有聰明一點 是好的 是不是 每個人都有立場 當然 做記者 要發問問題 要尋求真理 不要先戴了 有色眼鏡 否則你以後寫的東西 就根本會有偏差 這個是真的 但是現實歸現實 理論和現實實踐起來 總是會有距離 在香港比較大一點 林伯熙就說 若要生活好 要支持一地兩檢方案 大家好 楊永發你真是傻 我也是 所以 大家都是傻 大家傻傻的 又過了一天了 妹妹就支持學律師 繼續撥亂反正 YES 再看看很前很前的 因為開機的時候已經撥得很後 看看前面說什麼 好嗎 OK 就由這裏開始 李清平反對派主張港獨者 和藝學者 既有反中 亦都是反一地兩檢 應不得享受高鐵的變節 Jimmy Ma就說 撐 非常好 Rita Mac就說 為什麼這麼久也不改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現在正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裡面 正在研究 將會在下個星期開會 那我自己也覺得 既然不改一改 全力以赴 由頭到尾 改到尾 但是怎麼改也好 都是有一個現實上的問題 就是 有人喜歡爬格仔 爬洞洞洞洞洞的時候 未必一定會堵塞這麼多的東西 但是 既然要做 已經知道那些 有什麼流動出現了 比如說 544 這個 881 這些 我們要改了它去 37A 那些不設預告的 那些動議 我們要剪下它 或者你要設預告就是 早在48小時之前 如果臨美麗那些 就不能夠多幾多 這些可以改 但是始終都是我們 大家這麼大個人 臭米氣 是不是 不要玩那些 那些 那些幼稚遊戲 在這個情況裡面 應該有自我約束 還有一個基本的道德水平 唯獨是對面 是完全沒有道德的立場 只是會有立場 但是沒有道德的立場 這麼多的立場 他們都有 但是道德的立場 是沒有的 OK 這個就是那個情況了 吳唯就是說 賣港賊 喪盡心肝 此人有反骨 還有 膽敢佔中央 是嗎 OK 你看看朱凱迪 這幾天我見他 我見他 為什麼他下了營這麼多 瘦這麼厲害 可能他真的整天 慢慢都咪 他都很勤力 這個人 不過想多了 還有側向一邊 這個就是他的 那個 一個特徵 我看得到 他說話有層次的 也都 有一點點 但是 用錯了地方 偏執了 如果他是真的用他的智慧 能夠為香港人服務 並不是跟香港人倒米的話 我想OK的 他有多少 可能投胎的時候 投錯了 他想著可能他自己是日本人 或者他是一個 已經在香港一個港英的colony很久 因為他不覺得 他不覺得 回歸回到中國 是一個 值得 驕傲的 一個事情 所以他 program了 在他心中 我是英國人 我早就已經 不和你這個 中國 有任何關係 我 在香港島 我在九龍 我在新界這些地方住 包括租借的地方 我根本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所以 當回歸了之後 他心裡面 是沒有能夠平衡得到 所以做任何事情 假設 祖國就是我們的敵國 不是我們的同一個國度 他是倫國 但是現在大軍壓境 所以我現在要盡我自己的狗猴二虎之力 包括好像塘臂那樣 我都要擋擋 要居 你要欣賞我是一隻 我是一隻螳螂來的 他現在在玩的是螳螂的螳螂工 他就要想著拿一個螳螂來擋住這個高鐵駛過來 希望這個高鐵不要駛過來 他就在高鐵的路軌上面就要擋住 這個就是朱凱迪現在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用他的唐臂還是朱臂來擋住的那個高鐵 這個就是很可惜 如果他反過來 用他這個思維膨脹 放回去一個正的 正確的那個界面上面 或者正確的那個立場方面去服務的話 可能他自己會有更大的那個得著 而香港也都會很受惠 國家也都會感到欣慰 但是現在他站錯位和想錯東西 所以他為香港人做到這麼多的煩惱和頭痛的事情 但是不要緊 頭痛會一陣子就沒事 下個再下個星期處理這一件事 也希望我們的主席和秘書處 真的一定要洗心革面 如果說要扔哪個人走 真的要做到 拿吊臂也好 產鞋車也好 Robocop也好 要做就一定要做 執達那個命令很重要 原來講完那些話是當沒有到的 那怎麼教呢 我記得教那些寵物 那些畜生 那些狗啊 貓啊 你都一定要賞佛分明 那如果你下了命令 你要叫他坐不坐不坐 那你就不要再餵糖給他吃 給餅給他吃 如果坐不坐就一定要罰他 讓他坐的位置 叫他坐就坐 是不是 所以那個命令一定要很清楚 下了命令的 老虎啊 你都要執行得到的 你執行不到 就代表自己軟弱了 如果我是主席走出來 請各位議員回回自己的位置 我再次警告 黃碧雲 誰是誰 邵家俊 全部 你們好返位 要不然 我會視你們行為不檢 我又不聽 好 麻煩 現在我就要驅逐你們離場 驅逐了 驅逐的時候 就把那些小朋友走 我不走啊 行 秘書處 開一號房 我們在旁邊繼續會議 這樣就搞定了 今晚十點之前 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 還有 剁了幾個人走 趕了出去 九個修訂動議 已經沒有了四個 因為點名字就是那些人 不聽話的 就是misconduct 行為不檢 不能夠再參與那個會議 搞定 到其實開一號房繼續會議的時候 九個修訂動議 有四個小朋友 被人家說要隔出來 餘下下來 處理五座而已 那就容易很多 馬上九點半已經可以修路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 希望下次會議會做得好些 OK 反對派是玩東西的了 這個肯定是真的 但是沒辦法了 是不是 我們要怎麼去玩得更加好些 妹妹 讀完你之後 我們應該可以早點休息了 這個豬的票是騙回來的 這麼沒腦 哪裏會有十萬票的 這樣說 香港是一個比例代表制 但是有人支持他 還有有人倒飛下去 必定是有 要不然不會做到有八萬票 他有自己的那個班底 那個班底都是 你要看香港 很多年輕人都嚮往 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能夠可以站起來 這個不是蹲在那裏的那隻螳螂 他可以站起來 打螳螂弓 來去擋住那隻鞠 哇 就將他成為了 好像聖經裏面的 David against Goliath 這樣 如果打得贏就很過癮 他是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實際上 他今天要對待的 是什麼呢 就是與整體香港的利益作對 我們扔了八百多億下去 那你要他怎麼樣 大家走路過深圳河 是不是 坐了高鐵之後 然後大行李小行李一起 還要跑兩個四百公尺的圈 然後再上車 所以這些是不切實際 講很多其他無謂事情 始終之前已經debate了 不要再說了 再囉嗦 我沒有意思 現在要做就要做 撇脫一點 但是他就站在對立面上面 於是他就扭盡六寧 上上上上 想想想想 你看到他都殘殘的 可能這兩晚就要想想 這條這樣的 世紀以來最佳的屎構 來幫他手押後兩個禮拜 是 於是 又無保 何苦呢 對不對 好 Rita Lee 何律師你做主席就好了 這樣說 如果我能夠做主席 那也是OK的 必定這幫泛民 都沒有什麼運行的 因為我決定就是我決定 你跟我打JR 就是你的事 沒有問題 對不對 最重要 我決定的時候 就是 建機行事 要考慮一下這幫人的整體的表現 是否有一種濫用 和妄顧這個議事規程 濫用這個程序 那我一定要平衡了整體的利益 根據這個作為主席 他已經有的那個應有的權力 來去處理會議 不能夠令會議受到 不必要干擾或者被騎劫的 OK 葉記 主席你應有權 是在適當 用適當的武力 抬那些人 不檢的人士出去 當然可以了 一同同一二三 所以搬不上那麼多人 我們自己遇船就堪 起碼都下命令 就說 麻煩秘書處 開另一間房 一號房 在那裏繼續會議 其他那些已經被宣判離場的 或者是不能夠再參與會議的 那些也不能夠進入一號房 搞定 跟住你的會議 就搞開心很多了 Carmen Cashmore 就說父母教育必須延出而必行的 是的同意 這些就是必須要有幼稚的議員的教育 Andy Soon is watching 袁雪蓮行為不檢害群留堂的衰人 Michelle Lo說她當然沒有票 但是要配票而已 是嗎 沒錯 她的雷洞計劃 在雷一些票出來 OK Jane Tye 韓律師晚上好 很難得有你為港人出心出力 這個我作為議員 必須要做 是不是 要保持香港穩定繁榮 我們領土完整 這個就是我們宣誓要擁護《基本法》 《基本法》裡面 《開宗明義》裡面 兩個最重要的主子 Tenry Lin說 如果今天主席是拒絕這隻豬 繼續動議 就不會搞到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閃偉倫說 其實他們全部都是反中的傀儡 Ping Ping就說 撐你做主席 Michelle Lo說 支持俄羅斯當主席 美揚保重貴體 俄羅斯 Thank you Justin Lau說 支持俄羅斯做主席 Wonder Lee說 唐臂黨居這種形容 猪蜜 俄羅斯真是幽默 李敏說 俄羅斯支持你 Dudu Wong說 給個動動動 本來我剛才說讀多個語言 但是讀一下 越讀越過癮 所以繼續讀下去 美揚支持俄羅斯做下屆的特首 喂 寫好一點 如果特首就寫下屆的首詞 寫個字 你叫我做下屆的首詞 那我也好 我也做首詞 不知道什麼首詞 主詞 我聽過 你叫我首席的主詞 OK 我會做 Michelle Lo說 香港幸好有你 OK 陳玉玲 是在看 Danny Chow 就是在發出很高興的icon 好 這個時候已經是12點3 明早一早8點半 又要開會 你想想 在立法會裡面 我們做什麼呢 開會 開會要做什麼 要達到一個結論 不能夠議員不決 不能夠議員不決 一定要有決定 所以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 第一件事 要坐在議事堂裡面 要開會 整天都不坐在那些人 你記住他 我偶爾都會去 開小差 上自己的房間 或者做別的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應該就是 坐在議會裡面開會 就是我們議員的職責 是不是 OK 所以最近這兩天 和上個禮拜我們看到 有一批玩笑的人 是換忽職受 作為議員 是不出席會議 這些是最佳一等 是不是 要佛 議事規則裡面應該要有上有佛 要加這個制度下去 行不行 不知道 但是這個是我的心意 我會和班長聊聊 看看他會不會會心轉移 暫時來說他不想有這樣的 想佛制度 我覺得應該要做 要不做 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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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到 徹底一點 好 我們現在是要撥亂反正 破格投變 隔走 戴耀廷 追我們的港大校長 馬飛鑫 給我一個合理的回應 晚安 ción 球 都